大家好,我叫Julie杨,中文名字叫杨成华 现任盟俊教委委员 那我这个职位是属于民选官员 由全聚1.2 million百万 1.2百万的人选出来的 那么呢,教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教委就是一个监督学校系统 我们学校系统有214个学校,16万学生 那么,我呢,是当老师出生 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是92年的圣诞节 来了美国学了教育的硕士 然后呢,任了七年的老师 后来呢,在家相夫教子十年 后来又回公校工作 然后呢,当过Data Analyst 就是学术数据分析 当过高中的College and Career Counselor 就是升学顾问 然后出来竞选 做教委委员 所以呢,没有一个很直线的 事业发展的轨道 而是永远的在进行中 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所以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呢,向人介绍的时候 我总是会先说 我是一个母亲 一个教育工作者 一个社区热心人士 有两个孩子 现在都一个上大学 一个大学已经毕业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的经历和很多人相似相像 跟很多来这里 从中国大陆来的 大家一样 是来留学 那么我留学呢 我是选择学教育 跟大家有一点不一样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第一天走进我研究生院的 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的老师说 我的教授说 Miss Yan 请你下课之后留下来 然后我下课之后 我就留下来 她说 Julia 我想告诉你 我们这节课呢 是讲实际的 在学校实际操作的 这个课程 你进队教室了吗 我坐在那里 我没有 我停了三十秒 老教授为什么会这样问我 因为第一 跟穿着T恤短裤来的学生不一样 我穿了一套 比较休闲的小洋装 OK 第二 在这个班级里 很少有亚洲来的外国学生 因为是学教育的 所以呢 我的教授是以我的外表和我的来源地来评估我 而做了一个他的推断 我是走错教室了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什么原因呢 七年以后 我这个教授退休了 他在退休的时候有个送别晚会 那我也是受邀的嘉宾之一 然后教授走过来跟我说 Julie 我要为你第一天来我们学校的事情道歉 我说哦 你为什么道歉 他说过去七年你证实了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老师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人家judge by our look 或者有不同的标签 我们根本没有意识上的标签就已经贴在我们的额头上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我们内心中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自己想做的东西 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 行行出状元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不同的路 那么我后来出来竞选教委呢 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亚裔的孩子需要有各行各业的role model 他们能够要相信自己无论干哪一行 只要自己肯做肯学习肯尝试都能够成功 所以我是觉得那是很有趣的经历 我广东人小时候呢 在湖北生活十年 在武汉出生 住了十年 后来回广东 在广州长大 现在家里搬去中山了 我们大家从中国大陆来 我们都知道我们七岁才去上小学对吧 那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七十年代 七岁去上小学 这个呢 很平常 但是不寻常的一点是 我七岁上小学的时候 不能从一数到二十 怎么样都数不了 那当时呢 我们的学校 我还记得斯维路小学 是有快班 慢班 OK 我数不到二十 当然要进慢班 那么当时在汉口 在我的社区 最大的就业场所 就是武汉肉联厂 肉联厂的processing plant 工厂在我们家旁边 读慢班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当时是九年义务教学 九年完了 你去肉联厂 报道 上班 对吧 但是呢 我很幸运 我二年级的时候 碰到了李老师 李老师呢 雷厉风行 第一天上课 从今天下午开始 你们所有的人 下课之后 放学之后 留一小时 明天早上 早来一小时 所以每天 他规定 我们必须参加早席晚席 而其他的同学 其他班的同学是 放学了就回家的嘛 小学走读的 所以呢 那一年我记得 有时候我其实真的很不喜欢李老师 因为大家都在外面跳皮筋 而我们就坐在教室里 但是在那一年最后的时候 我们班上五十个人 有十个人从慢班 第二年可以去快班 三年级的时候可以去快班 我觉得那时候 我记得二年级过完的时候 我父母开玩笑说 啊 真是的 把我们吓坏了 原来 朱里就是这种 晚熟啊 这种 雷不露 对吧 她就是启蒙晚而已啦 孩子不傻不傻 我觉得父母 特别的 就是高兴 其实我是自己知道 不是因为我启蒙晚 而是因为有人关心了我 有人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 有人传达了那个信息 就是说我的成功非常重要 所以我呢 觉得这在我心里 种植了一个很好的种子 而以后我在很多年的教育 我有二十年在学校里面的工作经验 我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李老师那样 改变学生的这个人生的轨道 让他们都能够成功 在自己的路上成功 我在家待了十年 我养育两个孩子 我的大女儿到九岁 我的儿子到六岁 她上kindergarten 美国的kindergarten 之后我returning to school 我回去上班 那么常常我们女性在生活中 有时候就是家庭的这个caretaker 我来美国久了 所以这些单词有时候 难说就是我们要照顾家人 很多时候这个责任 落在了妈妈身上 妻子身上 所以我们事业的发展 有时候不是一条直线的发展 会有停顿 也会有走曲线 我是觉得 第一我们社会要承认 就是说 有一个开放的精神 愿意接纳妇女回归社会 也能应该容 允许妇女回到家庭 这个也不单是妇女 如果男性愿意回归家庭 然后再重出社会 我们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机制 让他们能够回来 另外那十年呢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对我的能力来说 没有减少我的能力 为什么这样说 讲一讲 那十年 虽然我在家 养育我的两个孩子 但是我加入了很多的社区的组织 我是女儿女童子军的队的队长 我带着孩子们参加学校的家长会 OK 甚至参照区的家长会 参照郡的家长会 所以所有的这一些 我跟社区的妈妈们组织读书会 所有的这些经历 教会了我什么 教会了我如何跟人打交道 如何融入社会 如何又重新找任何的机会 能够重新创造自己 所以我觉得人的一辈子 特别我们讲到 以后社会的职业的发展 有很多职业 永远不会你一辈子都只做一行 待在一个公司 这种模式以后不是很 不是那么常有了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brief case 有一个夹子的能力 你做过的项目 你做过的工程 如果我作为家长会的主席 我能够主持了600人的一个活动 那证明了我什么样的实力 我什么样的与人交流 宣传组织 运作的能力 所以我不觉得那十年是一个损失 我觉得十年非常幸福 享受了我孩子小时候美好的时光 支持了我先生的事业 而且也发展了自己的能力 使自己的经历更丰富 我觉得我很幸运在家待了十年 但是我不觉得必须要在家里待十年 才能会培养良好的儿女 或者有幸福的家庭 或者有事业的新的动力 我是觉得作为成功的父母 是有很多的模式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交流 还有就是我有一个moto 我有一个自己常说的话 我就说love to live and live to love right 为什么love to live 就是热爱生活 然后live to love 叫为爱而活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传达这样的信息 以这样的精神和态度 对待你每天的生活 我是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或者有什么样的境况 或者怎么样的家庭模式 都会有比较好的这个outcome结果 我觉得每一个大家在看 外面看到所谓的超人啊 强人的后面 都是有强大的这个support system 有很多支持他们的人 以前我们小时候军工章的背后 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 这也不是一半一半 而是很多份很多份 我是觉得我们在美国没有家人 没有老人家来帮我们 那谁是我们的呢 谁是我们的 你每一个妈妈 每一个爸爸都需要有其他几个妈妈 其他几个的爸爸 是你的团队 我总是说我跟我的学生说 因为我做升学嘛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说 你有看过哪个运动员是单枪匹马上阵的 也许他在上面的那一刻是一个人 但是他背后占了多少教练 父母 队友 教练又分 体能教练 技术教练 医药教练 没有人是单枪匹马上阵的 同样作为 你看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 作为人父母 怎么能单枪匹马上阵呢 一定要有其他的妈妈 有专业人士 有其他的人 作为你的这个关系网 支持网 然后我很多时候都依靠了他们 如果我觉得 真的没办法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都觉得这个孩子就闹得 我觉得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OK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孩子小时候 我就觉得就没招了 我就治不了你了 我就不信了 我学教育出生了 怎么就治不了你了 当我每次觉得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跟一两个朋友打电话 而每次 每次都应验了 当你到最后一刻觉得 我就没法承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马上就有转机了 那就是最低点 到了最低点 我们都知道 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就只能往 再走下去 就只能往上走了 所以我是觉得 经过几次 我认识到了这个规律 然后呢 也是跟孩子们一起成长 就自己能够更好地 manage 这个时间 关系 但是每一次当我觉得 我学会了manage 这个时间和关系 新的挑战 他们又到了新的时期 twins 又到了青少年 然后又要去上大学了 然后又要找工作 每次都会有新的阶段 那也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当父母是让人最谦卑的工作 而当你觉得最没有法子 没有招了 你就知道转机就在明天 只要你maintain 只要你维系 跟孩子还有关系 你就永远都有转机 后来我学过了一个系统 叫绿灯 黄灯 红灯 OK 很多时候 你和孩子关系的时候 孩子不听你 其实可以是黄灯 就是说你不必要太在意 你要选择你的 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而哪些不是那么重要的 OK 当然有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是红灯 这是绝对不能干的 要绝对想办法解决的 但是多数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红灯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理智的 自己跳出来 理智的 我们总是要检查自己的初衷 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重要是对谁重要 是为什么重要 所以如果你能解决自己的这个intention 还有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不是一个斗争或者上下级的关系 不是一个服从和听从的关系 有些事情是有些事情不必要是世界上我觉得有一件好的事情就是孩子们多数都是很善良 所以如果父母过后意识到愿意愿意承认说那天可能我处理的不太好 很多时候孩子们都原谅我们 对吧 你不要怕自己说什么孩子不听 其实你说的他都听了 只是你不要说超过20秒 你说点到为止 你找个机会再说也行 但是不要成为一种 nagging 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的说 说到人家当时要同意你 那个当时要同意你的这种想法是有点不切实际 你没有 judge他 你没有评估他 你只是询问 what do you think what if do you think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呢 那要是这样会怎么样呢 不需要评论 只需要提问 这是我失败过很多 之后总结出来 而且呢 但是我觉得父母都应该给自己 放自己一马 我作为老师 处理我跟我学生的关系 和我作为母亲 处理我跟孩子的关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跟我的学生 永远都保持着 非常的 相互交流 互相尊重 的关系 但是跟孩子的关系 并没有总是这么融洽 为什么 因为我对我的孩子的emotional investment 更多 我的感情的关系 更纽带更强 我们知道的历史更多 我们有更多的背景 所以呢 永远就是放自己一马 你作为一个母亲 或者作为一个父亲 你爱孩子 还是能感觉到你爱他 那就是最重要的 那年我四十岁 我儿子 好像是 好像我儿子上了kindergarten 有一天呢 我就在家 两个孩子都送出去了 然后我在家 我就在家 当然就打扫卫生了 打扫卫生的时候 我突然停下来了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的手在那里一抹 然后说 哎 也许现在我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也许和有其他的事情 更值得我去做 我是觉得 就是我人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两个孩子都去上学了 我的人生到了新的阶段 然后呢 我就当天晚上 我就跟家里人说 我说 妈妈觉得 她需要出去上班了 OK 全家四个人 三票反对票 最大的反对票 是先生的反对票 OK 然后先生说 嗯 啊 该好好休息一下子的时候 为什么就又想出去了呢 嗯 我说这样 这样说吧 我说这样说吧 啊 休息呢 你是为了 让我更好地享受生活 我觉得 让我 让我快乐 但是我觉得 如果让我更快乐的话 我是现在回去上班 那我会更快乐 所以呢 啊 家里人呢 也要做了很多的调整 啊 然后呢 啊 时间上的调整 生活 安排的调整 然后我就回去上班了 开头的时候呢 啊 是做 教学数据 做教学数据 啊 然后 后来 八年以后 就改做高中的 啊 升学顾问 所以呢 呃 也是 所以我的教育背景 是从小学到高中 都都经历过 所以也是 挺有趣的 我是觉得 回去上班 这个是 个人的决定 但是呢 啊 家人需要了解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做最好的自己 对家人来说 都是一种幸福 就算家人 需要在他们的日程 安排在作为调整 但是 每个人的幸福值的 啊 和自己 在啊 自己觉得 自己人生的意义 啊 如果觉得 满足的话 那么其实 整个家庭的气氛 是更和谐的 总是能够找到 一个可以 啊 Word的方式 OK 也许短时间 你不可以Word 但是长时间里 大家都应该调整到一个 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 Fulfill的方式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